我想學習拍片 所以我就買了一部 我們認住買了之後 我們就會去拍了 日子過去了 買完一部又第二部第三部 因為不貴所以我們覺得不肉赤 但是我們有沒有拍到一個影片出來呢? 我們會有很多合情合理的理據 例如我的電腦不夠快 所以未拍片之前 我要更新的電腦 那部新的相機的Stabilization 很強 好,就馬上回來 試一試 嘩,你看 Hyperlapse 多硬 我還在手持 我跟朋友說我現在在拍片 未付其實的按鈕就有片出 感覺非常之印 非常之感潮 拍攝Time Lapse 也很方便 拍攝這裏,拍攝那裏 多年後 Harddisk 充滿了這些 奇奇麗麗的RAW Clips 買回來之後再試 可以 這個VR 挺好玩 然後我就放在這裏 所以我會同手買這裏 平常吧 你不要再去買 平常吧 你買來也是一個擺線 也是擺在這裏 大家都不知道究竟要拍些什麼 我又買了這個H6 因為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環境之下 我又覺得 需要細部一點 所以也買了一部Zoom F1 買就買了 用到一塌糊塗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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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現在有些頻道呢 講相機都做了很多老人 很好看 我們有看嗎 當然有看 這裏是一部Zoom F1 被迫和他們在這裏 在這裏 因為這裏是威士忌雪糕 是 這個威士忌雪糕 就是TuneApps來做的 TuneApps的威士忌雪糕 好 先試一下 西貢的店舖太遠了 怎麼開的 零 零 給大家吃 好浪漫 除了買下濕糕無言之外 你又餵我 我又餵你 有時男人的情懷 是怎麽只羊腩煲 這麼簡單呢 其實威士忌雪糕是很合格的 今集比較奇怪 大家以為是幾部 這部Camp Corder仔是對比 或者大測試的 其實不是做Editing 因為這部 是對攝影家 是會有多一點的 Sense 對這個 景相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幾個影片前 我都有說過 問過大家 究竟影片和攝影 有什麽分別 分別就在這裏 Tommy哥 Tommy Chet 你好 Tommy 我們剛才聊完 找人 六星期 你又有空 跟我們聊聊天 你做雞 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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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拉卡 我扔一下 我想嘗試扔拉卡 我準備了一些Sticker 有興趣的朋友 就問 Vector拿 不要啦 不要打開 不要打開 你這樣扔下去 然後就 CMA 你出TBAC CMA 喝杯 那我就被人打 漂亮嗎 所以我就要拿傘 我拍下雨 讀青 真的嗎 哦 超假的 你帥很多 你帥很多 是帥 我拍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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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現在老了 對呀 我拍下雨 吃夠呀 吃夠 看小朋友去吃吧 沒有去Foto Walk 現在什麼紅魚 紅魚 現在幾點? 現在2點25分 神經病 2點幾 哇 走去打賭 快出 今天 今年走光 全式部門 多厲害 HOLY SHIT 這個可以搖控去控制 鏡頭 之後 可以去控制一下 鏡頭拍些什麼 然後高低啊 拍一張 撕花板啊 切錄回來啊 找不到爐牌 出來的東西都OK 可以 可以 閃到嗎 哇 又拍到這個牌了 超牌 很多次 1080P 轉4K 不快 對 對 對 有時候可以放了 都可以 通過電話 控制到它 也挺方便的 Selfie Mode 對 你現在正在拍攝 對 現在正在拍攝 了 所以 我們交給你 你怎麼要去拍攝 很棒 還要去試吃 我看 你會自己看 你會去看 你會去看 我看 你會去看 我看 你會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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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很高度 你在拍我嗎? 不要按按鈕,正在錄的 簡單來說,不會只說畫質好 就是一部最好的手機 而是在一個實際化的用法 在外出使用時,我們最實用的手機 我會說,我們耳口同聲都會說 DJI Osmo是一個最實用的一部拍片 那麼多部機之中,Sony應該是最貴的 整個品質,握起手的感覺也是最好的 對,感應器也是最大的 畫質理論上是最好的 但我自己就不會買 是因為我手上有一個Gopro Hero 7 比相比,這部機是整個畫質 整個手感 遠遠不及Sony 但是,它比較便宜 第二,我無論如何都喜歡 Ultro Wide 對我來說是有用的 這個Gopro是一個 我的,我會說是第二部相機 我主機就是Gh4 要不就是這個 SL 但是,因為是麻鬼法 SL麻鬼法 尤其是你用Log Mode 後話,Gopro有一個Ultro Wide 方便我去做一個配搭 唯一就是它這部機 如果你用手機的App 去控制Gopro 7 我試過幾次了 都是輕機的 輕到你要抽電出來 或者我用錯方法 純粹是我自己個人的經歷 如果真的要買多一部 我都會買DJI的Ospel Joy Division 那會告訴我們 好 再一次 Joy Division 不買呢 不,我不聽的了 我聽CT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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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第二 你要有做雞的準備 做雞 做雞 當然是做雞 做雞 當然 做雞 你呀 你呀 你做雞 我做雞 我做雞 你三個大叔 夠溜溜溜 實地球 我教他出去 我上班 哪部機好不好 都好 是你自己要用過 你真的 extensively 是你找來拍 拍一個一分鐘的片 嘗試做一個storytelling 即是 regardless 你手錄上有些什麼機 都好 嘗試用死一部機 講一個故事 一分鐘的故事出來 收音 editing 都要做 那不要以為是容易做 It's quite a challenge 還有是你需要這個習慣性 來培養那個sense 尤其是今時今日 每一部新的相機 都有拍片的功能 都是那句 不是你會按鈕 就是拍到片 你差不多 有一個camera movement Zoom in 還是Zoom out 用什麼角度 用什麼角度 怎樣去storytell 怎樣去capture 觀眾的attention for 一分鐘兩分鐘 一幅相 很美的相 我當是 capture觀眾的attention for I don't know maybe like 20 seconds 所以我說 拍片 是遠遠難過 拍照的 at least 我現場的station 剪死人 那麼多beat 不是故意不beat 對 不要beat 現在直腳 都不是辦法 很辛苦 我們繼續 再聊 再聊 你繼續 喝咖啡 很多朋友 真的 打算是不同的clips 從不同的相機 是想炒賣一遍 在editing那邊 我留意到一件事 我們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一個錄音 sense sound recording 好像用側部的 loko 連接著 然後 圍著你拍 圍著你拍 不可以的 可以買很多機 比如說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 人家拍 你這部大片 你這部濕狗 土炮製作 我們是Indie Film Indie Film 你用這樣的器材拍 Indie 即使我們正在用 螢幕 插進相機 或者我們去的地方 實在有太多 太多 雜音 因為多雜音 令我們三個傻佬 聲音 聽起來 非常不自然 變成我們說髒話 或者說壞話 賤格話 變成 不清晰 所以有點遺暗 每一部相機的攝像機 攝像機的攝像機 攝像機 收音 收得比較… 不是比較 我會說是非常差 攝像機的攝像機 比沒有好 但在我們的環點之下 例如施馬哥、Edmond 他坐在我對面 面對相對 究竟攝像機的攝像機 是不足夠的 或者是不知對著誰 同一時期 有人會大聲些 有人會小聲些 變成太多 插進 和非常不均衡 我正在使用這個 F1的攝像機 聲音 放在這個SD卡裡 唯一麻煩 是甚麼呢 就是 我做過後 要配合這個相片 和這個聲音 雖然是很簡單的 一個按鈕 但是 你嘗試想想 有很多不同的 音樂錄片 同時是音樂錄片 或者是音樂錄片 要製造它們 然後再配合 是非常浪費時間 我自己想想的方法 是想盡量減化整個流程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是我們每人都戴著這個 這個流程 掛在身體上 我們有三至四個人的畫 即是變成四個分別的音樂錄片 然後再加上影片 剪輯也剪輯死我了 我就不想浪費這樣的時間 解決就是H6 那H6究竟有甚麼好處呢 我們有三至四個人的音樂錄片 連接到H6 全部有幾個音樂錄片 全部都在音樂錄片 全部錄到GH4的相機 同時 H6本身可以有SD卡 亦可以儲存音樂錄片 做一個回應 我們還未購買 買了之後 也要玩一下音樂錄片 如何接駁到H6 這個H6接駁到相機 我早期都弄得烏利把插 現在就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是電線錄片 買錯了 我們打算這樣玩 我會更新你們的 究竟可行嗎 我們盡量升級整個 我們的頻道的影片 是通過剪輯 不同的角度的運用 相機的運用 音樂錄像 當然 題材也很重要 Anyway 吹了這麼久 下集繼續 是這樣 Bye Bye 我們可以幫忙 因為大家要剪輯 她已經剪輯 拿到我那裡 那些動作 有些音樂錄像 那些音樂錄像 有些音樂錄像 有些音樂錄像 這首歌 有些音樂錄像 有些音樂錄像